歡迎來到白宮這一家 帶大家來參觀囉 請進 歡迎光臨 哈哈哈哈 所以這個是有幾個樓層? 呃...認真的算起來是八層 歡迎光臨 現在來到的是R樓 到底什麼是R樓呢? 它就是Roof 就是頂樓的意思 然後一開電梯就會看到一扇門 進入到了是主臥的地方 登登 在這個空間其實比 可能一般的主臥看起來 稍微狹窄一些些 因為主要的活動空間其實都算是細長型的 這個主臥空間最棒的地方就是 尾玉 這一定要跟大家推薦一下 因為我老公真的太喜歡泡湯了 所以呢來帶大家來看一下浴室 噔噔 好這個地方呢就是整個是 採這個自然光 然後所以在白天的時候其實不太需要什麼開燈 在你們的後方其實可以看到 這就是我老公放空自我的小天地 那搬進來之後 你生活上 你覺得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費用量變更好 哈哈哈 因為我們家真的都要喊 我覺得變和諧很多 因為大家可能有各自的空間嘛 對啊 那小朋友對自己的房間也是有個憧憬 接下來我們要到真正的一樓 其實在整個空間來講 這裡比較算是私領域家人來的時候 然後或是我們自己想要跟孩子們做互動的時候 來做一個實用的地方 然後在整個高度方面 我們就是沒有在做任何的 呃 家壓或格局 在呃 家裡面的空間可以有這麼跳高的環境 其實是蠻舒服的 對 然後所以 設計師就幫我們保留了這樣的空間 那當然在 呃 輕時區還是要有的 雖然說我們 沒有什麼 在上面沒有什麼開火 接著 我們要到一個 神秘的地方 這個地方真的很詭異 我們要進入到 親子餐廳 登登 這個地方 非常驚人 我們做一個加高的地板 讓孩子們在這個地方可以收納鞋子 就是上去的時候鞋子都可以放在這一 這一落 好接下來我們要往這邊看了 這是我們的韻律教室 謝謝 謝謝鋼管 謝謝鋼管學生 謝謝你 那 當初這個地方其實原本就希望可以做一個健身房 然後在孩子們在玩啊 或者是他們很喜歡跳舞的時候可以請老師來教 這個 這個地下室我最喜歡的第二間就是這裡 這是唯一有門片的地方 為什麼它有門片呢 這是我們的試聽室 在這個地方我們請就是設計師幫我們 特別保留了所有的白牆 然後天花板的頂端留了插座 那投影機可以直接砍在上方 你買了這些花了多少 4千多 4千多 對4千多 4千2 4千170萬 裝潢嗎 裝潢花了將近快一千萬 那為什麼後來因為想要買這些 後來是因為原本的舊家那個時候 只有顧慮到兩 老大跟老二的房間數 變成說我們沒有我們少了一間房間給老三 那小朋友是會長大的 因為房間數不夠的問題 那就變成說我們要動裝潢 那要動裝潢的話 我必須要把剛住 才剛搬進去住兩年多的裝潢全部打掉 然後我們全家人還要到外面去租房子 然後還要付這個房租 對那與其這樣算起來 我們算下來就覺得說 這樣其實好像有點不划算 那與其這樣的話 要不要就是真的就是找一個新的房子 那新的茅沛屋 那我們重新來裝潢 那把舊的這間就是把它賣掉 就以屋換屋的概念 那舊家是要把它賣掉對不對 對 舊家現在在等待待受終 等待有緣人